暑假除了安排出游的计划 也可以考虑安排室内的活动 由花莲县老家协会举办的 毕卡索小志工 号召了县内的国小生 趁着暑假期间 在两个小时的时间内 陪伴老家协会的长辈 一起来画画 也让小朋友学习 如何与老大人来相处 度过充实的暑假 暑假除了安排游箱玩水 也可以多花点时间陪陪老大人 社团法人 花莲县老人及家庭关怀协会 日前在吉安乡建国路上的白色城堡 举办了毕卡索小志工 号召县内国小学童 趁着暑假 一起来陪伴协会的师资长者画画 除了互相认识 也一起讨论创作 期盼在两个小时的时光 陪老大人一起欢笑 度过充实的下午 我们现在星期三的下午 我们也会邀请小朋友 一起来跟我们参与 陪长辈们一起画画 然后一起学习 然后做好我们社区 共好的一个活动 那其实小朋友来这边 不仅是可以就是 有更多的暑假活动空间之外 其实也是帮助孩子 学习独立的精神 然后也可以多增进 跟长辈互动的情感 8月10号那个梯子 有个家长是小朋友 才刚要生一年级 那家长会在旁边陪孩子 然后一起来参与这个活动 其实有时候也是 我觉得是共同营造 跟孩子一起 出来服务或付出的一个精神 所以那时候 那个家长来报名的时候 我有问他说 那你可以跟孩子一起参与吗 他说他觉得很愿意 因为他觉得孩子有这样难得的经验 他也是希望可以在旁边陪同他 一起去当小志工 让他知道说 其实社会有很多的事情 不是只有到了年纪很大之后才可以做 其实只要想做 我们现在都可以付出一些些心力 家长黄霄姐表示 学校有一个暑假作业 是要在暑假做一件有意义的事 趁着这个机会 带小朋友前来参加 除了可以完成暑假作业 也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学习如何与长辈相处 在回到家和自己的爷爷奶奶加深互动 7月19日8月12日将持续办理 有兴趣的家长可以搜寻点书本事业 社团法人画链线老人际家庭关怀协会了解更多 下次要不要再一起来放话 要 不要再来吗 不要再来吗 好 那就下次再欢迎你们来在家好不好 好